俄罗斯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还剩两场比赛 就将决出最后的冠亚季军 中国男足自从2002之后 已经连续充当了16年共计四届的抗坷 历届世界杯期间 每当看到亚洲球队或者其他人口 想过国家队有精彩发挥时 大家都会联想到国足 从而引发一系列反思 讨论或者吐槽 上周市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 知名脱口秀演员黄熙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 他建议解散国足 把国足的经费来建新的足球场 提得好的去国外比赛 什么时候凑读11个好球员 再冲击世界杯 此文一出 立即引来各方强烈反应 国足球员们纷纷予以回击 华夏球员以红伯评论称 黄熙无知可笑小丑 刘延得到了国安球员张成栋的认同 另外鲁能球员周海斌 也指责黄熙属于门外汉指手画脚 与此同时媒体界这次一边倒的选择了支持国足 反击黄熙 董部认为黄熙蹭热点 铭记赵震指黄熙对别人行业缺乏起码的尊重 足球报告内部主任的拳 则认为黄熙变害了 脑子尽了什么 中二明晨 或许是考虑到此话题 因其反响太大 黄熙选择了删除威 并另发文表示收回建议 此事也算漫漫平息 风平浪静 然而在周四 国足球员张成栋 或许还是觉得需要回应一下黄熙 就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 再次怒对黄熙的解散国足 张成栋在文中认为 隔行如隔山 不 能简单的理解为 挑出十一个球 踢得好的 就可以去参加比赛 然后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足球是一项工程 需要按照规律发展 周期会很长也很艰难 需要尽心发展兴趣才能有收获 同时张成栋站在职业球员的角度 表示尊重那些真正热爱足球 支持中国足球的球迷 哪怕那些球迷骂过他们 或者讨厌他们 他理解这些球迷的恨铁不成钢 而对于那些从不看球 也不支持中国足球的人 看到国足的新闻只会落井下时 以各种名义来攻击和发泄情绪的人 张成栋在文中奉劝他们多点善意和耐心 希望在明天作为现役国脚 现效力于中超和北华夏幸福队的张成栋 留在球迷印象里 最深的是一次才比赛中一次夺球的镜头 那是在2016年10月11日 俄罗斯世界杯亚洲预选赛的比赛 中国队克场场挑战乌兹别克斯坦队 当上半场比赛 进行到第二十分钟时 国足发动进攻 将皮球传导进区内 进区中路张成栋没有上前强点 而是选择闪身一顿 结果眼睁睁看着皮球从身侧飞走 也错失了中国队难得的射门机会 赛后张成栋遭到了媒体和球迷的广泛批评 自那以后 他便有了躲球哥这一称号 事实上 对于黄西的解散国足论 与球员和媒体大咖们反唇相击不同 网友们倒是支持一键占绝大多数 因而张成栋这篇回击黄西的文章 同样也得到了网友的返回击 吃瓜群众们纷纷吐槽 我一直看球 只是你们总让我失望 关键问题是你们不要人 技术不行就拿精神来踢 可你们除了拿高兴 其他呢 还好意思解释 你一个躲球地 踢成这样子 还指望人家看你表演 都不如主播